大家好,我是Chris 然后Q&A第二个问题 海外公司能够开通小红书广告吗? 答案是可以的 那这个的话呢 大家应该已经多多少少在海外 看到了很多小红书的广告 以我这个公司的账号为例 这个账号的话 我们在小红书聚光明台 它的后台的工具下面的推广资质认证 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公司的主体 有主体类型是境外籍港澳台企业 也就是说海外的公司 港澳台的都是可以开通的 我们这家公司的话是在澳大利亚 它还有一些行业推广资质 因为不光是你的广告 就是账号开通了 你更重要的是要有广告推广的相应的资质 你才能够去推广你相应的广告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的话呢 它的行业资质的话呢 现在的话呢是有商业布展 会展商业咨询 如果你想添加的话呢 我们这边有很多的行业 这个是类目是可以添加的 但是呢有一些行业的话呢 它是有一些类目 它是不允许准入的 那稍后呢我们可以去讲一讲 哪些行业是准入 但是呢就是说 这个广告账号 海外公司可以吗 答案是一定是可以的 好吧 这一期事情就到这里 那我们接着后面的话呢 接着说